我们刚刚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当中看到的精彩表现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现场考验一下俊凯的演技 那必须得考他 我觉得就拿一首歌来吧 《青春修炼手册》 简单的用各种不同的情绪来表达这首歌 来请上前 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首歌 可不可以 首先来一个难点的 重大奖了 重大奖 跟着我左手 这就是已经词得想起来那种 就是大奖 已经词都记不到了 已经开心到一种爆表的状态 再增加难度 边唱边加情绪 来跟着我 是重大奖吗 对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被老师继续品 继续 被老师推品 跟着我 左手 右手一个 再来个难点的 碰见了心中的偶像 对 刘德华 刘德华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 唱得小心翼翼的 哦 我发现俊凯不论是中奖了还是被老师批评了还是见到偶像了都是同样的感觉 都是 都是 因为因为见到见到偶像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很激动但是又很紧张的就不想想给偶像最好的一面 马上化身小粉丝的状态 对 见到老师批评就是 心情就很沮丧就 哎 就是这种 有小的情绪变化在里面 对 好 看到了什么灵异事件 灵异事件 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跟着我左手 右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 左手慢动作成功 哎呦 你就是那个灵异事件 我觉得接下来2017年俊凯的新年会更加的精彩 在电影当中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塑造各种不同的角色和造型了 特别期待你新的表现 谢谢 谢谢 谢谢俊凯 加油